德里克罗斯10个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1.罗斯曾经差点放弃当状元 选秀前罗斯曾对公牛的管理层说 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我的哥哥们 那就别选我 2.罗斯在选中后参加夏季联赛的表现 一度让公牛的管理层认为看走了眼 选了一个水货状元 还好事实证明公牛没有看错 但输给了伤病 3.罗斯怕打针 那么问题来了 罗斯为何有那么多的纹身 4.罗斯条款的第一个受益者不是罗斯 而是杜兰特 5.罗斯的偶像是乔丹和哈达威 大学期间罗斯穿的是23号球衣 而进入NBA后被公牛队选中 罗斯无法再穿23号球衣 不仅因为状元 也因为偶像便是哈达威 所以选择了1号 罗斯全名德里克马泰尔罗斯 Drick Mateo Rose 不过好像没啥用 7.罗斯超级喜欢彩虹糖 甚至在罗斯的家里有一台彩虹糖机器 这也让教练很是头疼 8.罗斯是史上最年轻的MVP 9.罗斯是为数部 差不多千名鞋出到时代以上的球员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9分之1 10.我们没有见过罗斯巅峰的样子